首先我想問你,什麼叫做Weakness? 目擊證人 什麼? 遺囑 代表什麼? 那個人寫遺囑,旁邊有兩個證人 什麼叫Holographic? 用手寫,有遺囑詞 對,用手寫的 你可以讀一次這個字嗎? Holographic Holographic 不是印出來的表格 Conde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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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r 就是整這張遺囑的那個人 那個人死之前的更改叫做什麼? Conde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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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去高院的 都是去Sephierry Court的 都是Sephierry Court的嗎? 大部份地產的投訴都是去Sephierry Court的 Sephierry Court就是負責那些的嗎? 大部份都是 就是刑事、市人那些嗎? 是啦 那個什麼意思啊? Approval就是批准 批准 要經法庭批准 最短這句 the minimum length of time 最短的時間 在經過這個遺囑法庭 是六個月 那所以呢 我不是經常跟你說嗎? 我們見到月份呢 我這次了 是Page33 你回去呢 記住找一版 我們不是有一版的 寫下年份的 六個月 OK 就是最 我這裡寫 最 短 時間 在 Probay 在Probay呢 最快搞事都要六個月 好啦 A party has 4 months to file a claim of Probay 如果你要去拿 File a claim Probay的話 你要是 申請說 喂 那個遺囑我有份的喔 那呢 原來呢 是要在四個月之內 喔 還你那些月份 OK 是啦 你所有月份呢 我寫了Page幾個了 還有沒有啊 那你這個給我撕開去 那今天呢 其實我們主要呢 你記得我們學 不用了 這樣 學生字 那 跟著這裡呢 還有沒有其他月份寫上它嗎? 呃 我們一路讀那時候 就一路有了 剛才講的successor 就是succession 那就是這樣 就是繼承 in test day 就是沒有遺囑 那 我們剛才這裏 就講了tastic 是有遺囑 那這句 那所以 原來我們學了 只要前面加一個in 加一個in 在前面 用這個tastic 喔 OK 就是代表什麼沒有 沒有 沒有 那你這個呢 我是想你永遠你都記住 嗯 那你以後呢 猜那個時候呢 前面有個in 你就猜到了 好嗎? 好 在這裏呢 另外呢 就是話了 通常呢 cord呢 是會confirm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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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囑法庭的買賣呢 嗯 還有那個 那個法庭呢 是會確認 那個佣金的 好 解釋 他 separate property呢 就是說 如果 什麼叫separate property呢 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結婚之前 不是結了婚之前 他 已經買下的一間屋 或者是結了婚之後 離婚 那些屋 那些屋呢 我們稱之為separate property 就是說他單身的時候擁有的 假設你現在 買了一間屋 你結婚的時候 你說到明 我不要我老公 有這間屋份的 那個屋就叫做separate property的了 行不行 即separate from your spouse 那他那個時候都沒結婚了 那我又都不需要說明呢 為什麼你說說的話 是啊 因為你買屋 其實是要說明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結了婚之後呢 一年之後呢 那間屋呢 就會自動會變成 community property的了 如果你不說明的話 這樣一樣嗎 是 那還有呢 如果 descendant呢 是有 是沒有will 沒有遺囑的話呢 他留 他呢 descendant 就是死那個人 是沒有遺囑的時候呢 他呢 就會留了給老婆的了 或者老公 spouse是配偶嘛 and one child and one child 如果他是有一個老婆 或者一個兒子呢 屋呢就會平分 行不行 那這裡 那這裡 那兒子和媽媽平分的嗎 那這裡呢 不是 不是 那老婆多一個兒子的嗎 聽住了喔 首先 我用一個比喻 枯死 妻 如果是一妻 一二 無論他是兒也好 女也好 OK 那麽的話呢 fifty fifty 那我希望你看一下明白了 明明先 那個老婆一半 是啦 那間屋 那間屋 大家 是法律規定的嗎 現在 這間屋一定是 首先這間屋一定要是separate property先 separate property呢 即是說呢 原先呢 這間屋呢 是老公的 老公買下 但是老公買下 那時候呢 他呢 就已經說明 沒有我老婆分的 沒有我老婆分的 是我自己私人的 怎知道 他又沒有離婚喔 那於是呢 但是他又早死喔 所以呢 雖然他說沒有他老婆分的 但是人都死了啦 人都死了 人都死了 那間屋 那個法庭怎樣都要判的啦 如果他是有一妻 一兒子 一個兒女的 就大家評分 這裏行不行 那裏要跟法庭的嗎 是 要跟法庭 是沒有遺囑啊 喔 現在說明是沒有遺囑 有遺囑就不用說啦 有遺囑 他這裏講的嘛 intested 現在這些separate 沒有遺囑 has no view 是沒有的嘛 那所以 他考的multiple 是很陰人的 那 好了 第二 這個是第一種情形 那我講完三種情形先好不好 OK 第二種情形呢 就是一妻 那我用妻而已 妻同夫可以變啦 但是 如果是一個女兒 一個兒子 那就是total兩個啦 是不是 total兩個的時候 我現在只剩兩分鐘 兩分鐘而已 所以我一定要講完 這樣的時候呢 妻 你聽清楚了嗎 妻 是要三分一 嗯 女 同 兒子 各人三分一 行不行 哦 跟平均 是啊 但是呢 如果三個呢 一妻 多 子女 嗯 多 意思就是 兩個或以上 嗯 的時候呢 妻仍然是1分 1over3 嗯 這個呢 就2over3分了 喜歡 他們幾多個 十個就除十分 五個就除五分 妻最低點都有三分一 老婆運大運 好嗎 那這個呢 會不會考 會考一題 但是這個呢 今次講一次呢 Assume你呢 認識的了 記住那個condition 是一定要沒有real 嗯 還有 一定要是separate property 很多時候的陰人呢 去陰你呢 就是說 那條題目呢 是有real的話呢 那就沒有了 這件事呢 就跟著real來講了 圍捉講什麼就講什麼 嗯 很多時候呢 說那個separate property 不是separate property 不是separate property 來的 那就已經沒有話好講了 嗯 separate property呢 一定要是 什麼呢 是 結婚在這段時間 marriage 結婚之前買落 一定要是結婚 之前 或者是之後 這些才叫separate property 那些分子 好 那些分子 那些分子